所以我按F8它會一直幫我刪 有沒有發現 如果是0的話它就會刪了 不過這時候你大概跑幾次就好了 不然你手會痠 對不對 這個時候你就按F5 或者是按這個 執行 它會怎麼樣呢 全部跑完 這個時候 你就讓它跑 因為它刪的時間會蠻久的 因為刪一下可能要一秒鐘 所以如果說你裡面 大概會有幾千個 你就要算一下 恐怕要個幾分鐘 比數多的時候 反正至少 雖然它的效率還是稍微差一點點 不過總比你 人工來處理 我想應該會快很多 比起來的話 這裡的話我想各位先試試看好了 我們這個地方 我跑還是要跑蠻久的 可能要一點點時間 而且你會發現它跑的百分比 在這邊 下面這邊有沒有 百分之三 所以還在跑 所以你就讓它跑好了 那程式部分 我再把重點提示一下 我剛剛是把這個摳過來之後 做什麼事呢 從我們之前講過的 那個雲端白板裡面的程式 有一個就是什麼 增減體重的這個反向 如果當然你以前有抄 在你的筆記裡面 你就不用查了 你就直接自己打打一下 OK 其實說真的沒幾行嗎 好 那只是說我這一個13 跟剛剛55 這個地方 我也沒有辦法 自動去用偵測的 其實也可以 只是說稍微麻煩一點 我不會常常下來再跑 我剛剛這個方式效率不好 所以如果你剛跑 跑一跑一跑 想要一直跑對不對 那如果說你希望讓它停下來的話 它會一直跑 一直閃動 一直閃動 所以你看Ctrl加ブレイク 它會跳出這個 Ctrlブレイク 記得喔 是在VBA的這個狀態 然後按什麼 Ctrlブレイク 按一個真錯 不過我後來發現 它這個效率真的很差 跑那麼久才跑 沒幾個 OK好 那所以怎麼辦呢 Ctrlブレイク 真錯 接下來按什麼 停止 讓程式停下來 好 那這一招我們就可以當參考好了 不過資料有這個方法 但是還要再考慮到效率 所以程式不是寫完就算了 還要效率好一點 所以要提高效率 還有第二招 不用寫程式的 其實有個方法 印象中好像可以用這個 有不要放這邊打一個結果好了 然後篩選 這個方法根本有沒有問過 篩選 在資料裡面的篩選 那如果你要刪掉的東西 你可以把它篩選出來 在整個選取 按個Delete的鍵 好像全部都刪掉了 這個好像比較快 來試一下好了 這個是我想到的 篩選 這個時候不是有箭頭出來 按下去 那我要找什麼 0的 所以把全選拿掉 找0的 按確定 然後再把優標放在A2的儲存格 Ctrl Shift向右 再把它向向 不過我不確定 如果按Delete會不會把1的資料刪掉 不過理論上應該是只有選到0的部分 試試看好了 Delete 好 然後再來怎麼樣 把原來的篩選 有沒有取消掉 看一下留下是不是1呢 是留下只有1 可是 會變成多什麼 很多空白 所以 接下來還是要刪 空白的 好像也沒有 有比較 對 對對對 對對對 所以剛剛的坎錯字一下 就是說 再坎錯字一下 剛剛是這樣 就是整列刪除 這樣吧 整列刪除 試試看好了 理論上 再不然的話就是說怎麼樣 找就找1的部分 找1的部分之後的話 把它再複製過來也可以啦 這也是一個方法 這也是一個方法 哇 蠻多的 如果你要寫程式也是OK的 因為之前我的想法是一直都會往那個 一定要寫程式才能解決問題 所以剛剛有同學會問說 老師那可不可以自動產生一個新的工作表 自動把資料放過來 是可以啦 可是就是要寫程式 之後也許還有機會講到啦 我們再講 就是可以比較 你自動新增一個工作表 然後再把這個工作表名稱改名稱 然後再把我們的那個查詢結果自動call過來 可不可以 可以啊 當然沒有很困難 只是又要講一些新的 可能怕各位沒辦法負荷 會消化不良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這個部分是OK的 那我這邊又換了第二個 就是另外 因為剛剛有講的一個就是刪除 可是效率不好 所以另外一個方法就是篩選 記得喔 游標放這邊 我有給他一個名稱 按下篩選 篩選之後的話 你就把怎麼樣 這邊點下去 他別人有0嘛 你就把0的打勾就好了 好啊 再把它整列刪喔 你不要指刪裡面的東西整列 全部刪完 就是留下我們要的 OK啦畫面先畫給各位一下 那這樣的話會更簡單 所以剛剛的動作喔 一行程式 都不用寫 也可以有高效率 OK喔 所以這邊的話 不過當然喔 如果說 你要一鍵完成的話 要能夠感覺更棒喔 不過就是這個地方的話 可能就是要 需要寫程式的喔 需要寫程式的